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一些有趣的法语短语 我们以蔬菜为例 你比如说salade,沙拉生菜 如果有人这样说 如果他这样说的话呢 意思是他在吹牛或者撒谎 为什么呢? 我猜是这样 做salade是比较容易的 几种东西,蔬菜 然后往一搅拌 加一点调料 就是一道美味可口的沙拉了 所以是比较容易的 吹牛也是容易的 其实撒谎上下唇一碰也是容易的 这是我的理解 il de Haconte de Salade 他在吹牛或者撒谎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第二句话 Navi是萝卜 看上面的萝卜 这句话呢 常常是这样说 年轻人说的比较多 这部电影像一根萝卜 就是萝卜不好吃 这部电影很烂 不好看 像吃萝卜一样 吃起来没有味道 看下面一句 苹果 东北是下跌 然后是掉进 这个人掉进苹果里头去了 意思是这个人昏过去了 昏迷不行 想象一个人呢 掉进苹果堆里 那是什么状况 咱们中国人说 说这个人呢 挺矮的 长得很矮错 我们说 只有三块豆腐干那么高 但是呢 法国是这么说的 et ho et ho gomme tua bom 他只有三个苹果那么高 意思是 他的个子很矮小 et ho gomme tua bom 你看发育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好了 我们这四句话 先来读一遍 illet ha gomme t des lard se philum sidane navi illet don be don le bom et ho gomme tua bom 下面看 梨子 梨子也是很小的 我为梨子打工 等于白干 徒劳 为什么会这样意思呢? 其实梨子 在俗语里面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为这一点小事 你犯不着 为这一点钱 为这一点小事 犯不着 给他干 干了也等于白干 徒劳 其实他最早也有 为这一点小事的意思 延伸出去呢 就是白干 徒劳 je te vaje puh de puh hun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白干 徒劳 je te vaje puh de puh hun 好 再看下面 番范 番茄 tomate 今天有点咳嗽 不是感冒 是上火了 上火 结果呢 有点咳嗽 是肺火 人如果是肺火热 他就会咳嗽 咽喉痛 所以刚才有点咳嗽 不是感冒 更不是病毒 番茄 tomate el rouge gomme 这里要连读 el rouge gomme tomate el rouge gomme tomate 他看到你的时候 连红的像一个番茄 非常害羞 我曾经是这么比喻的 他连红的像一个西瓜 但是这里呢 说红的像一个番茄 意思是害羞 el rouge gomme mune tomate je te vaje puh de puh hun puh hun 是离子的意思 洋葱 oignon oignon 是洋葱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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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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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读一遍 好,看下面 还有呢 漂亮的爸爸妈妈是谁 漂亮 是阳性 英姓 如果我们加上 爸爸 爸爸 妈妈 就成了 b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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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指的是 漂亮爸爸漂亮妈妈的意思呢 不是的 beau beau 指的是公公或者岳父 beau me 指的是婆婆或者岳母 这样大家清楚吗 记住 同样儿子女儿哥哥姐姐前面加漂亮 beau fis 是女婿 fis 儿子 beau fis 女婿 一个女婿半个儿 媳妇 b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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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就是半个女儿 beau fis 姐夫 妹夫 b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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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媳妇 b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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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祝大家每天开心 拜拜